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普贤你当知 一切诸众生 无始患无明 借从诸如来 言解心见力 犹如虚空华 依空而有相 空华若覆灭 虚空本不动幻从诸觉生 幻灭绝圆满 绝心不动固 若比诸菩萨 即末世众生 常因眼离患 诸患戏离 如目中生佛 目尽佛还灭 截者无见次 荒便依如是 那么 这个跟第一章 是一样 不是说这个佛陀讲的是一样 而是佛陀的这个习惯 他把一个整个解释完了以后 把这个法说完了以后 都要重生此意 也就是用记忆的方法 把精要的 全部呢 再重新再讲一遍 等于把这个重点 重新再提示出来 那么 这一章 很重要 那么这一章 也是 很高的这个无上智慧在里面 这个佛陀呢 在讲这一章当中啊 他明白的指示出来 那为什么 用泛身 用泛法 来修泛心 那么 这样子有什么意义 另外修行的人 到底是谁 那么 真正能够 啊 修出这个真实 意义在哪里 他解答了很多的这个问题 就在这一章里面 我们智慧的这个 学佛有的时候也会有偏 那么 偏呢 是什么偏呢 它会 偏向某一部分 不能够圆满 在印度啊 他一般来讲起来 有的是偏向于 这个智 智就是智慧 很多修行人 都偏向于智慧 那么 也有很多修行人 偏向于慈悲 那这两个啊 我们称为两足尊 佛陀是两足尊 两足尊是什么呢 他既然又有很大的智慧 但是 他又有很大的慈悲 你偏向于智慧啊 很容易也会患毛病 你偏向于慈悲 也很容易患毛病 偏向于智慧患什么毛病呢 应该讲起来就患了空病 空 空也是病的 当你智慧到无上的时候 你了解到空了 你就觉得很灰色 很灰色 这个灰色的念头产生出来 觉得这个弱身 没有意思 是泛身 除草要完蛋了 四大甲合 除草要分离 那么法 所有的佛法 也都是虚幻的 但都是方便 佛法本身就是一种方便 那么他又了解到空性 这个虚空的虚空 那空隙的空隙 一进入以后就进入顽空 很容易这个进了顽空的状态 进了顽空的状态的时候啊 就觉得万念济灰 会走入断灭之下 断就是说一切通通通都消灭了 包括你的身体 西空 佛法 一切的一切 通通产生隔离 断灭 消灭之下 这个也是很危险的 修到最后就变成王空 整个通通都是 他认为 整个宇宙上下四方 包括自己 完全是西幻的 那在这当中啊 产生不了一点的热气 所以就变成灰色 那么行者走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啊 他就会整个通通都消灭掉 进入好像这个太空船啊 进入这个无边的这个黑洞里面一样 什么都没有 无穷无际的这种黑洞 这是追求智慧的人 到最后进入完空的一种结局 就像我们唱歌一样啊 就是无缘的结局 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个这个结局也就是没有结局 是结局也是没有结局 这个结局很长 无穷无尽进入完空 消灭 这个也不好的 这不是好现象 所以佛陀是两足尊 他还要带有一种慈悲 你偏向慈悲也是错的 你知道慈悲是以什么为出发点吗 以众生相为出发点 他就是为了 哦众生太苦了 他要去帮助众生 大慈大悲 就是经常用自己的力量 去帮助所有众生的苦难 他这种悲心是不得了的 那一听到哪里佛灾了 他就痛哭流泪 哭啊 这伤心啊 就赶快去帮忙 哪里地震啊 他也痛哭啊 这隔壁啊 这死来一个啦 他也哭啊 这个又死了 又死来一个啊 他也哭啊 他家人死了 他也哭 别人死了 他也哭 这个就是本身来讲 大慈大悲是有 但是他没有 他有我相 我的相 他慈悲心是由我来出发的 但是他为了众生 就有了众生相 这个很容易入悲魔 进了慈悲的魔 太慈悲了 变成一种悲魔 而没有理智 所以救众生有时候是这样 要掺一点理智下去 不是完全没有理智的 全部这个 全部都 一切都是施舍 一切都是不施 完全没有理智的 反正看到人家痛苦 他就很悲伤 这个也会进入灰色的 所以会进悲魔 这个太慈悲啊 就是 可以讲 还有一个我字在当中 还有一个我字在当中 有理智的 太修智的 他容易正空性 但是失去的这个 这个悲 但是太慈悲的 不太容易修正空性 因为当中有一个我字 跟众生相在里面 这两个都是偏的 所以佛陀本身来讲起来啊 他就是他注重理智 但是他也注重慈悲 这个才叫做两足尊 这两个他都是重的 所以他很平衡 这个我觉得佛学啊 也是一个这个平衡邪 佛学本身就是一个平衡邪 所以有什么 入中论 入中论就是走在这个中道上 不偏的 不偏的 不偏两边的 不偏这个北极啊 也不偏这个南极啊 他是走在这个中道上 这个佛学啊 印证这个禅定 我们像我们在坐禅 打坐啊 其实就是要入中 才能够入山谋地 很简单的 你太紧了 我一定要入山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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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怎么入山谋地 你要松一点啊 对不对 你精神奔得很好 精神很 很振作 哇 很这个钢气很足 这个很清醒 很清醒 你入不了山谋地 太清醒了 太刚了 太猛了 没有办法入 为什么 因为你太活泼了嘛 你细胞都在那边活泼 你怎么入山谋地呢 好 我就松一点 这样子 松 穿宽松的衣服 先去洗一个澡 这个啊 轻松一下 然后整个人通通都松 啊 就睡着就打呼 啊 这打呼很厉害的 这个每一次我看到我们弟子当中 有几个经常 只要叫他说这个入山谋地 只要叫他说这个入山谋地 他就来了 马上钓鱼 哈哈哈哈 这个是太松了 太松了 就整个通通都 哎 这个不是坐旺哦 这是疲借哦 你松了 就是懒散 放逸 松弛 你有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入山谋地 你已经睡着了 所以禅定是在不紧不松之间 真正你能够入山谋地 就是在睡着跟清醒之间 在不紧不松之间 这个是合乎以中道的 所以我们不要太理智 太理智进入顽空 也不要太慈悲 我不能这样子讲 这慈悲也要加一点理智 或者进入悲魔 经常流泪啊 为众生流泪 众生流泪一定是有我 有众生相 那你完全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责 你就进入空 印证空性 那你印证的空性呢 理智上很有 慈悲心不够 进入顽空 不好 所以这个佛学 真的是很那个 很奥妙的 佛陀在讲啊 二目 啊 这个 撞目祈佛 都是两个都是目 但当中生出佛 今天呢 佛陀教我们 用 这个稀泛的佛法 用稀泛的身体 用稀泛的身体 去修出 修出这个佛性 这个就是佛陀本身呢 在这一章里面的回答 谁在修行 就是佛在修行 那么用稀泛的这个佛法 用稀泛的身体来修 就是为了修出佛性 能够修出佛性的 有很多人讲 上次也问了 你的身体 既然是假的 佛法也是稀泛的 为什么要修行呢 这个普贤也是这样子 问佛陀的 为什么要 要我们修行 修行还不是稀泛吗 但是就是因为能够修出 佛性 佛性是什么 是无上的智慧啊 我们这个身体有没有用 在密教讲 我们身体是有用 在显教讲 身体是没有用 显教认为这个身体 管他去 密教就要重视这个身体 为什么要重视这个身体呢 其实只有两个意义 你需要重视这个身体 你有了这个身体啊 你才能够去得无上的智慧 因为你身体很健康 身体很严满 你脑筋很佛 一切的这个器官很健全 你记忆力好 理解力好 你读经 写法修行 有精进力很威门 你用你这个身体去得无上的智慧 去印证佛性 这个身体才变成有价值 再来 你帮助人家快乐 慈悲 对不对?刚才讲的是 智慧 现在讲的是慈悲 众生有烂生病了 你给他药 他饥饿了 你给他饮食 他没有房子住 你盖房子给他住 你让他得到快乐 让他身体得到快乐 这个是慈悲 这个身体是有价值 给别人快乐 你这个身体才显出你的价值出来 别人得到你的快乐 这个你的身体才显出他的价值出来 今天你这个师尊啊 老是生病 经常感冒 头阴 偏头痛 骨头痠痛 坐又坐不住 气喘 这个 血眼 无血眼如来 血眼 这个 这个 这个鼻子啊 鼻痘炎 这耳朵耳聋 他眼睛的这个虾 半虾了 头发全白了 对不对 反正什么毛病都有就对了 你说我还能够坐在这里说法吗 你们看我都看得不顺眼 对不对 这个招老头全身都是病 焚身花臭 他还讲什么佛法 看得都不顺眼 你要说法啊 也能够叫你不要感冒 不要咳嗽啊 你才能说法啊 你要每一次要说法以前 先来几声下马威啊 先咳嗽几下 先大声咳几下 这个把痰吐出来 这个 人家都吓跑了 所有一个法师 他精神好 他的体力好 他勇猛精进 他会得到这个 他自然会产生一种大威德之相 他讲到大威德 我就讲到今天早上我练金刚前 今天早上我练金刚前 这个副法 大威德金刚来 哇 他把我带到哪里去 带到这个 大洋啊 海洋的中心 哇 叫我练这个软法 软就是温软这法 温软你们不要会错语啊 不是什么温软 三温软 他是软法 就是全身啊 发红花热 那种电极 几千几万的 那个 那个瓦特 那种力量产生出来的方法 我就在这边练 在这边练啊 其实我的人在这边练金刚前 人早就在海洋的中心 然后把那个海水啊 都变成滚烫了 然后兴起所有大洋的这个波涛 哇 那个海浪啊 这个仙的之高 那海水弄得非常的这个滚烫 正在练得很高兴的时候 突然间这个龙王来 他说我们都热死 哈哈哈 我跟龙王是很好的朋友 我怎么可以让这个龙王热死 忙着哦 我马上休息 马上休息 等一下 这个 啊 我不知道 这个 一下子在海洋里面啊 念这个软化 既然是 大波涛 既然发出这个千万的这个热能出去 这个死这个龙公啊 都好像在这个 里面的龙王全部都中死 哈哈哈 那是今天早上的事情啊 那是今天早上的事情啊 所以这个护法本身有大威德的力量 那么金刚针本身所发出来的力量也是无穷 无穷无尽 有正量的上师啊 他本身可以啊 经常的这个 在练金刚拳之中啊 这个移地唤醒 能够做种种的这一种好 正量的这种现 现象出来的 但是在这里我们也要晓得 虽然我们在练金刚拳 是阳刚之气 但是阴柔方面啊 就等于慈悲 也要兼顾到阴柔 你的阳刚之气啊 也不能伤害了慈悲 所以在海洋里面 练金刚拳的时候 要顾到龙公的本身的 那些龙主 本身的这个好像是说是 他们我们也要慈悲他们 应该啊 以后就请这个大威德 要练这个好像是说 这样子的软法的金刚拳 应该带我到北极的冰山去 北极的冰山啊 像那个Superman一样的 他的这个夹在那个冰山里面 那个水晶宫里面啊 这样子练才可以 不过也不可以 好像把北极的冰都融化的话 听说这个地 整个地球都要淹水 是不是 哎这样也不好 我搞不清楚 应该到哪里去练 佛陀本身讲这个经文 所以要叫你 只要有饭 有稀饭了 就要离开 要离开 要离开稀饭 要远离稀饭 最后呢 单刀直入 你五我像也是很好的 这个五我印 三法印之一的五我印 我讲过 我讲过用什么事情 用五我印来印的话 你就会得自在 就会得解脱 你说 以智慧来讲 五我也是一个很高的智慧 那么五我最容易印证空性 刚才讲到慈悲 你太慈悲了 用五我印来印也是很好的 你去尽力去行善 去慈悲众生 但是你也是用五我 既然五我就没有明相 对不对 你既然五我 你就不去求这个明啊 求这个表面上的这些表现啊 你就不求了 那么你心里就很平安 你虽然行慈悲 但是没有明相 这个就是用五我印去印这个慈悲 你用五我呢 既然可以印真空性 但是也可以印证了慈悲 既然你慈悲也不会伤害到自己 那么讲魔啊 其实魔只要一碰到五我印的话 魔也是虚幻 魔本身也是虚幻 只有五我印应用出来的话 魔才会变成虚幻 你自己本身已经无我了 魔根本没有办法来害你 无我可负 连魔都变成虚幻 再谈到这个佛陀讲的这个 完全是一种 犯法 佛法本身是虚幻 你自己的身体也是虚幻 但是以虚幻 但是以虚幻来修虚幻 我们晓得 虚空是虚幻 不能入顽空 我们晓得 快乐也是虚幻 不能有永远的快乐 快乐都是很短暂 没有很久的这种极乐 那么这个虚空本身是空幻的 快乐本身也是空幻的 那二则之间呢 你也要调在中间 这个是另一种修行 另一种修行就是说 你不能偏向于空 那么也不能偏向于乐 这个角是空多了 那么你就接近于乐 乐多了你就调到空 那么站在中道之间呢 产生的佛性就产生出来 这是一个修行的方法 所以智慧跟慈悲的中间 就是佛性 空跟乐的中间就产生佛性 这个道理就是讲 木跟木之间就产生佛 佛陀讲的 那么像我现在修行 我自己觉得自己很自在 你这个不偏移空 我本身也不偏移空的 我知道空性印证空性 但是不偏移空 我知道快乐 但是我不偏移乐 我在禅定的时候啊 我本身来讲起来 我也不紧 不是很紧 但也不是很松 不像大家 有很多人很松 那么一讲入山摩地 他就已经打呼了 我希望我们当上师或者当法师的 坐在台前 千万不要说一入山摩地 他就已经先示范动作 先示范动作已经出来了 让底下的人 大家跟着他一起钓椅 就不太好 这是不太好 就是说你这个实在是太松了 你就稍微微闷一点 太微闷了 就松一点 我们了解这个佛陀的记当中所讲的 佛法是稀范的 人生是稀范的 以稀范来跟稀范一起修 都可以得到真正的佛性的 谁在修行 是佛在修行 无明跟烦恼 原来也是从佛 从一切如来那里所生的 西空产生的一切 那么我们要回归这个空性 只要把无明跟烦恼给它消除了 把这些病消除了 你佛性就自然产生出来了 这个就是佛陀本身所讲的 那么有时候也不用方便 不用方便法 你直接单刀直入 就可以得到解悟 那你假如智慧不高 你还有执着 像昨天我上楼 那么连登法师在楼上 我就问他 他说 我问他说你明白了吗 他说是很明白了 但是还是做不到 他说还是有一点执着 啊 你有执着 那你就要渐渐的去修 这个就是按照赤地 去把这个执着给它消除掉 连登还补来一句话 天底下哪里有人没有执着 意思就是讲说 每一个人都跟他一样 都是有执着的 不过事实上也是如此 你不执着的话 你就是佛了吗 这个是佛陀讲 单刀直入 只要你不执着 所有一切的虚幻 你要远离 那么远离了以后呢 就是说 你就有了结性出来了 你不执着于种种的一切的话 你这个佛性早就出来了 他讲的话也是很对的 好,你们问师尊 师尊有没有执着 我不告诉你们 他告诉我 他告诉我 连登他告诉我 他有执着 那我有没有执着 我不告诉你们 因为不告诉你们 你们就不知道 好啊 今天就讲到这里 有没有执着 你 有没有执着 你 有没有执着 你 你 你 有没有执着